-轟 gusts- Hello大家好,我是阿鼾 大家好,我是努盒 欢迎回来我们的月亮频道 月亮频道,绿得月亮我的星 今天是一个喜气洋洋的频道 因为我们要来盘点一下那些时尚圈里面 特别出圈的最美新娘们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主体呢? 因为前两天被大舵结婚的消息刷屏 是的,要恰恰算,马上叫五月了 就是一个水草风暴 適合的季節,適合結婚的季節 很多人應該也在儲備婚禮,也需要敲詮一下婚紗 廢話不多說,在節目開始之前 其他踴躍的為我們點贊展發首場都必 所以大家今天也要關注你的支持手碼 請問這次的最大動力 先來說一下第一位 第一位就是最近剛剛結婚的大部 也就是Begon Ham的兒子Brucklin Beckham 以及她的新娘,美國著名名媛Nicolas Pelt 他們在Miami舉行了盛大的婚禮 沒錯,那在戀愛關係當中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大部 就是現在已經被稱了墜部 大部是一直襯托是Nicolas的 而且感覺對她關懷有加 之前還在山上文攤的紋身 然後這次結婚之後 把自己的中介名也改成了 Nicolas的姓,感覺到漂亮 男隨女姓,還蠻稀奇的 然後她在婚前還簽署了婚前協議 所以在這次的婚禮現場 大部其實也是襯托,主角就是Nicolas Nicolas穿的那條婚紗是來自於Valentino 華倫天奴 但我覺得沒有她媽穿的好看 她媽穿的是太四折了 我覺得這套華倫天奴是OK的 而且我發現豪門小姐 結婚特別喜歡穿了Valentino 就符合老牌名媛的那種 老錢,就是大家愛的老錢 這次她穿的Valentino的婚紗非常經典的 所有婚紗元素都有了 手工刺繡,薄紗,還有斷面的禮服 把古典和現代結合得還挺不錯的 古典的主要表現就來自於劇場的頭紗 脫地一樣的頭紗 對的 現代的地方就在於她這個斷面的主群 她是做了一個吊帶的處理 這個吊帶看起來還蠻現代的 Nicolas對於自己的妝盜還非常有心 據說是模仿了自己非常喜歡的 90年代有金色貓咪之稱的超模雪花娘娘 以及法國女演員BG八字幕 然後我們的大部這次穿是Dior的男裝 然後最亮眼的一個細節就是懸掛在胸口的這條鑽石鏈 但我覺得就跟她一比弱掉了 讓她爸好好看 貝克漢姆的顏值還非常能打 這場婚禮充斥著鑽石 大部身上也有鑽 然後那個尼克拉自己耳朵上戴在耳釘 單一顆就巴克拉 然後那個親家母,趙母娘 脖子上又墜了那麼大一個 東方之星 可以了,知道人家有錢了,可以了 我媽媽穿了一條范思哲 我覺得是全場最佳 這說明什麼?說明老錢也穿范思哲 我覺得老錢不care,沒有那麼多條條框框 自己喜歡啥就穿啥 西方人結婚她講究 SOMETHING BLUE 她媽媽就是來SOMETHING BLUE 她媽媽真的可以走紅毯的那種 相比於貝嫂 貝嫂穿的就很像一個睡袍 我覺得還挺好的 貝嫂現在就是整體走那種放鬆闊型 Applessly chic 就是那種感覺 OK,那提到豪門婚禮 有一位豪門族奶奶 我們不得不提一下 也是最近剛完婚的Paris Hilton 這個名字大家應該更熟悉 想當當了 就是希爾特家族 就是那個酒店大亨 Paris Hilton其實他的戀愛經歷還挺坎坷的 就前前後後 經歷了好多 粗粗算了一下有二十段戀情 然後其中有四次訂婚 然後都吹了 然後這次總算是有情人忠誠眷屬 她的老公叫做卡特瑞 應該算是一個精英富二代吧 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投資人 Paris他這次在婚禮上穿的 是來自於Oscar Della Renta的 兩件都是 我們先來看這個主紗 我覺得肉眼可見的貴這件衣服 就是大家可以拉近放大看一下 他那個紗上面的刺繡 他那個刺繡是泛著那種setting的光澤 可以看出來做工是非常的精良 然後他是採用了比較保守的那種 小高嶺的那種形式的婚紗 然後看上去和他平時的小公主形象 還挺不一樣的 這一次婚禮現場也發生了一個名場面 就是我們的金姐 就和Paris Hilton再續前緣 並且非常貼心就是為他整理投殺 被網上的人紛紛誇讚情商自告 大家穿一身黑 還畫了一個 煙勳,女王復仇裝 這個意味深長 然後在reception的時候 就是大家喝酒唱歌的時候 Paris Hilton也是換了一套同樣來自Oscar Della Renta家的短裙 也是一條順潔的白裙子 但是可以看到輕巧了很多 首先就是把胸口的這塊布料去掉了 變成一個長口的 有一點像白雪公主的那種長領 就把他整個人顯得非常的甜美 下面的斷面大裙板 也可以讓他在跳舞的時候 有那種隨風起舞的感覺 是的 那說到Paris Hilton 不得不說一下他妹妹Nicky Hilton Nicky Hilton其實在時尚圈 或者說在社交媒體上面 沒有姐姐那麼的高調 還挺低調 但是嫁了羅斯柴爾德家族 就是地球上最有錢的幾個家族之一 然後他和姐姐一樣 就是主紗都是那種高領 就看起來很保守 然後他這個主紗是由Valentino的設計師為他專門設計的 我個人不太喜歡抹脫脫的紗 就很吃人 很考驗人的比例 再來一個豪門貴婦 就是Catty Claus 小KK 維蜜超模 他在2018年的時候嫁給了美國房地產大亨 Charles Kushner的兒子 他和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川普的女兒 伊萬卡是個軸膩 對 小姨子 對的 那小KK如此優秀的一個女性 都不太受她的婆家待見 那酷史家族的朋友都嘲笑KK 不叫她的名字 稱她為那個內衣模特 氣人 在我看來 小KK已經是屬於開掛一樣的人生了 從小練習芭蕾 還會編成 還去Dior的秀場 還會投資 可能就是玩時尚的人 在這群老闲人眼裡 amusing 是一個笑話 我覺得他自己個人能力 運氣 皮囊 長相 都是最頂尖的 但是酷史家族還是看不上他 據說他的軸里伊萬卡一開始也不被酷史家族接受 後來是改姓文就不太叫 然後再慢慢被接受 他的婚紗就來自於Dior Dior現任女裝設計師Maria Garcia Chioli 我還是蠻喜歡他的那個簡潔的設計 同時配上那個靈蘭的手畫 感覺非常的優雅 非常的decent 就是很低調 然後又不喧鬧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的婚禮其實也是個小型的儀式 也只有80多個人參加 是一個比較私密的一個空間 我覺得小K身上穿的這套婚紗 應該是很多女孩子心中的夢想婚紗 因為就是你看他背後那一條小排扣 然後就是在胸部以上是蕾絲 胸部以下是斷面的這種結構 我能看到好多網紅婚紗 我不知道是他個人要夾的還是什麼 我個人覺得如果沒有上面那層蕾絲 就簡潔的抹胸就已經夠了 庫什家族已經叫他內衣模特了 你還讓他上面那層蕾絲都不要 你是要讓他在豪門無安寧之日 但是我覺得那樣是更好看的 更顯示出KK的肩寬妖細的特點 當然KK他有很多機會可以穿好看的衣服 我覺得他這一天應該就是選擇了比較得體的 穿著 我們本期是豪門A院嗎? 豪門血淚石 沒有,下面一個豪門非常的歡樂 為什麼歡樂呢?因為豪門的是女方 歡樂的都是女方 哇靠,驚了 下面一個結婚的豪門白富美 叫做Ivy Getty 大家聽一下這個姓Getty 大家知道Getty是誰嗎? 就是那些你上網搜索永遠下不下來的圖片 就是Getty家的 他們家掌握了很多照片的獨家口碑圈 對的 那Ivy Getty是大名鼎鼎的Getty家族的繼承人 也是石油怪姐 就是前首富Paul Getty的曾孫女 就付了五代 對的 五代就是算它四百年好嗎? 對的 也是非常長的 應該從美國建國開始就開始付了一群人 是的 那Getty作為一個比較低調的家族 這次Ivy Getty的婚禮以及婚紗 真的是上遍了頭版頭條 是的 因為它是由海盜爺設計的 海盜爺現在很少出來給別人設計婚紗了 上一次設計感覺好像還是給Kate Moss 你知道為什麼Ivy這次找了海盜爺給你做婚紗嗎? 因為她的祖母一直都穿張Galiano的設計 所以Ivy從小耳濡目染 就覺得自己的婚紗就應該由海盜爺來設計 那我穿那個李玲很多 所以結婚的時候可能要指定李玲 中國製造 是的 世界李玲 我個人覺得這套婚紗非常好看 我覺得是豪門裡面算有品味的了 非常有品味 人家自己有主導權 這套婚紗一共有四層 雖然看上去包入產衣 層次還蠻多的 所以裡面的是膚色的全套胸衣 然後中間是兩層白色的雪紡紗 最外層最精彩 它是一條鏡面碎片的罩裙 然後用到的是真的金色 並且是用珠寶當中會用到的一些金工技衣 把它焊起來的 而且它在頭上的頭紗 就也不是普通的頭紗 它搭配了一個和衣服相呼應的皇冠 這個皇冠是用碎雕的瓶子做的 好有品啊 我的媽啊 好酷啊 是不是很好看 太好看了 然後再配合上它家那個巨大的門廳 看上去好像蓋茨比 它應該風格就是20年代的那種感覺 對的 而且它的那個鞋子 我覺得也設計的非常好看 Jean Galeano和Lubiton特別定制的 它主紗配的鞋子 是一個看上去有一點舊舊的 一雙一雙奶白色的鞋子 20年代的那種風格 就是海盜也擅長的那種破碎華麗風 真的這個讓我看出了Omany的那個味道 主紗上面有吉他以及胡桃的圖案 就是為了紀念自己已故的祖母和父親 我覺得還挺有溫度的 這一套紗 是我就是目前心目中的最佳 是你的夢中情紗 然後同樣的來到一套 就是他拍照的時候用的 Affle Party的衣服 對的 這一套衣服也是一條紗製的長裙 然後我特別喜歡它那個飄散下來的裙擺上面 刺繡是用了一種殷實的那種手法 是塑造了一朵一朵玫瑰花的輪廓 而不是做了石心的花 就讓整個人就飄飄欲仙 我覺得他就是很懂 因為整個目前世界上來說 就是最會玩沙的就是海盜也 能做出那種仙女和妖女的感覺 一看就是對身上有了解的女人 然後海盜也就也包辦了本次伴娘團的衣服 本次伴娘團也非常的亮眼 其中就有《後遺棄兵》裡面的當紅女主角 Aina Taylor Joy 她對於伴娘團的禮服顏色選用 我覺得也非常的海盜也 就是那種藍不藍、灰不灰、心不心、舊不舊 海盜也其實跟她的伴娘群 其實是跟她的秀賞一樣的 就是用那種濕身的感覺 用那種沙來褶咒 來引耀出女性身體的柔悶 而且海盜也不僅幫人設計 還幫狗設計 她給Ivy的愛犬就是 Niaomi還設計了小禮服 可以看出來是私交非常好了 不然就是蓋起太有錢了 那我們說完這些rich celebrity 我們來說一說這些 Celebrity 也說一說明星們 也有巨大流向的明星們 最近玄冰和孫奕甄結婚就上了熱鬆了 大家就終於看到自己刻的CP 終成正果 直呼這什麼神仙愛情 正應了愛的迫降那句台詞 因為這不是偶然 而是命運 那我們的新郎玄冰 他是在婚禮上穿了來自Tom Ford的西裝 依然帥氣 然後在胸前擇別著和新疆頭髮上相互印的白色花朵 孫奕甄這次換了好幾套紗 主紗是來自於一個 可能大家比較少聽到的一個仙牌 是來自於以色列的婚紗品牌 叫做Mira Swilling 你看他這上面就沒有紗 他就是這麼多小 他又不是嫁給猜髮 第二第三套穿了同一個品牌 是來自Vera One的 Vera One的兩套也都是紗 但是一套是帶一點青綠色的 一套是白紗 這兩套就相比於主紗來說就沒有那麼華麗 除了Vera One的這兩套 他又換了一套另外一個掀牌的 Eli Sab 拍照的時候穿的 這套Eli Sab 還挺好看的 我個人覺得是這四套裡面最好看的 非常簡潔 然後這個顯得他的手臂很鮮長 很鮮細 一個方口臉 顯得很高貴 那還有一件紗來自於 和孫逸臻合作非常密切的一個品牌 Valentino 雖然我沒有孫逸臻的同款婚紗 但是我又來自Valentino的同款書 請問你有人家同款老公嗎? 沒有,不敢想 是我,寶貝了 我個人還是最喜歡Eli Sab 孫逸臻本人也是穿著Eli Sab的時候 笑得最開心 然後我們再來說一下韓國另外一個很厲害的女人 她是一個男生收割機 薄姓惠 是的 這場世紀婚禮也是充滿了故事 據說韓劇裡面和薄姓惠搭檔的男主角們 紛紛都夢幻聯動 給《長城我爸》李明浩的情節上面寫的是 她在繼承者們裡面的名字 金牌 美蘭親自參與婚禮的張根碩也被Q 在社交媒體上回應的粉絲對於高美蘭結婚有什麼感想 所以薄姓惠真正做到了在自己的婚禮上有一桌前男友桌 前男友桌 雲男友 是的 她這次露出的有兩套紗 都是來自於Oscar De La Renta 我覺得Oscar De La Renta 應該是除了Valentino以外 被翻牌最高的一個婚禮 也就那幾個牌子了 對 Oscar De La Renta 她其實還挺有自己品牌標識的 因為想到婚紗 大家首先想到紗 但是Oscar De La Renta 她整個品牌是以那種斷面布料為名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一次 薄姓惠的主紗是一件上半身露空 然後漸變到大的斷面裙擺的一套裙子 然後等拍照的時候 是換了一套通體露空的一條大裙子 感覺還挺有那個品牌特點的 而且顯得她頭豪秀 而後兩套就是來自於品牌Monique Lulia 我就覺得其實相比而言 感覺Oscar De La Renta更好看一些 我覺得更大氣一些 更有精度一些 對的 OK,再接下來來到一位女明星兼職帶火往侯 就是我們的天王嫂Hailey Bieber 她的婚紗是近幾年我看到的明星婚紗裡面 我挺喜歡的 就是在本期裡面我排名前三的婚紗之一 這件婚紗是來自於 Off-White的已故設計師Vujo Avro的一個遺族 我覺得現在婚紗是非常符合她們性格的 或者是符合她們整個調性的 很接頭,但又很優雅 然後她在婚紗上寫了一個Teal Death Do Us Part 而且這個婚紗就是顯得很潮流很好看 對 很時髦 我看了那個視頻 Haley Bieber她自己有參與到婚紗的製作過程當中 就設計過程 比如說她這個Off-Shoulder的設計 露出肩膀 然後手臂這邊是一個長袖的設計 這個是Haley自己要求的 不然她自己那個S-Flow的敏感度還是在 是的 就看上去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年輕的 一對很年輕的couple 是的 讓人有一種就是羨慕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還是我之前的觀點 就是對於老前的家族 他們不管他們穿衣還是神威 都讓人感到無比的 我個人覺得是鮑魚 因為他們選擇就沒什麼 因為我覺得老前她需要顧忌的臉面 什麼家族關係 就很複雜 所以她可能選擇是一個最傳統的一個形式 然後像Haley Bieber和Justin Bieber 其實他們不需要answer to anybody 他們只要自己開心就好了 但這個婚紗真是讓我覺得近期就比較好的 比較震驚的 而且我覺得這套婚紗好在哪邊 就是一般性品牌的設計師 被VIP客人設計婚紗 這個婚紗幾乎就是沒有任何品牌特點 但是這個一看就是off-white的婚紗 她很喜歡把雙眼後的標語打出來 除了剛剛說的Till Deaths Do Us Part 那在Haley Bieber腰部 就是腰窩著 還寫了一個Wedding Dress 之前off-white出過很多 比如說靴子上面寫for walking 就是同一個設計與系的 新娘手臂這邊布料上面用珍珠 繡了一個off-white的logo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因為 Haley Bieber和Virgil的關係很好 所以也希望自己的婚紗上面會有自己好朋友的一些印記 是的 我覺得蠻酷的 除了留下印記 就之前Flaude-皮特和Anjana Jolie 她的婚紗就讓她孩子在上面畫 她是一件白色斷面 然後結婚的時候就讓孩子在上面畫畫 我覺得M蠻酷的 下一個我們來說A妹 A妹在去年夏天結婚的 她在自己的家裡舉辦了一個只有20人的小型婚禮儀式 她是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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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的 借鑒的一場婚禮 她的婚紗也非常出圈 相比於其他非常大場面的 延展10公里的婚紗 她選的是一個短紗 然後她整個裙子比較簡潔 顯得人很高調 她的這套婚紗的靈感 其實是來自於奧戴利赫本1957年的《田戒兒》 這部電影 我個人覺得非常不錯 非常時髦 非常年輕 非常地青春活力 對的 這套衣服是Virry Wong給她做的 我覺得Virry Wong通過這個衣服達到了自己的高峰 是的 非常簡潔 我就很喜歡這個 而且她的短頭紗已經受到了很多人的效仿了 短紗會顯得這個高腿輕盈 我個人是很喜歡短紗的 我覺得她這樣子做的原因 也是因為她考慮到自己本人的一個身高 因為自己本人不是特別高 然後她是通過這樣子的一個短紗來取長不斷 同時她自己本人一直走的風格是甜心辣妹風格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真的是把她的甜美發揮到了極致 然後我想提一下的是A妹她這次的戒指 這是她的老公Delton Gomez親自設計的 它是一枚橢圓形的鑽石 旁邊並列放著一顆圓形的珍珠 這顆珍珠其實是來自於A妹祖父領帶上的疊著 這種保持相林的款式名叫做Trois et moi 就是你和我 寓意著說她的祖父還在默默地保護著她 我覺得還挺感人的 挺溫馨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最美新娘們 我們把她們都貼出來了 大家可以在彈幕裡面告訴我們你們最喜歡的婚紗 我們覺得不管婚紗長什麼樣 這些女孩在結婚那天穿上美麗的衫 應該都是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OK,這就是我們本次非常Love&Peace充滿著愛與粉紅色的節目 就看大家喜不喜歡這類節目 之後可以給大家發一把婚鞋 婚戒 我覺得大家也很關心那些婚戒吧 是的 如果你覺得本次的節目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就請不要立即為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避 OK,感謝您的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